进一步来看看这个案情了 在万华昨天晚上发生了枪击案 那么寻仇的嫌犯呢 他是先在汉口街开枪打伤两个人 那随后呢他就搭乘计程车逃到青山宫 逃到青山宫之后呢 挟持了人质跟警方对质 过程中呢还酿成一名警方跟一名民众枪伤 造成四名伤者送医 而嫌犯之后释放人质 也在开枪身亡开了两枪 那么警方就调查说这个似乎呢 其实跟一个这个黑道老大 其实是有关系的 那我们就来看到是警方调查什么呢 就是他发现秋古龙 似乎跟邦内的其他大佬有一些嫌隙 昨天晚上的这个7点27分的时候呢 他就在这个西门町汉口街这个地方呢 一个大楼 他朝绰号阿迪亚的54岁的角头红姓男子 还有另外一名是53岁的红姓男子 先连开了19枪哦 我们刚看到这画面 他开完19枪之后两个人中枪倒地 他在开枪之后呢 从容不破的下楼 那在这个汉口街跟昆明街这个地方呢 搭车离开 7分钟之后呢 他抵达的是长沙街 他到长沙街二段下车 接着就徒步走向青山宫 他说要找宫庙的副主委许文旭 但是许文旭看到他 他根本都不理他 那么秋国龙准生气啊 一气之下呢就追着许文旭连开四枪 接着跑到他进的饮料店当中 干嘛 他挟持四个人 其实他的七小四个人 那么警方获报之后呢 就陆陆续续抵达了现场 那么就获报说 有人这个开枪倒地 后来警方就跟 秋国龙展开枪战 对峙了一个小时 在混乱当中呢 这个秋国龙他持枪 朝外头开了七枪 其中一名远警中枪 他的右小腿受伤 但秋国也知道嘛 他已经被警方团团包围了 自知难逃 就轮流的释放人质 最后呢 在晚上的8点50分左右的 这个时间呢 他开了两枪 那凶手自强 那么送一之后 也是宣告不至 那这过程中呢 一个多小时的时间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我们持续来看看 先生 我们是万华飞局的 把枪丢出来 把双手谁出来 你被包围了 持枪捧轰 挟持四名人质 万华军爆连魂枪击 大批警力 鹤枪实弹包围 与枪手展开 一小时惊悚对峙 打到哪边 没有他被跳弹 弹到这边 没有 27岁年轻原警 挺进第一现象 一开监视器 阻止嫌犯 掌握警方动向 却惨遭枪手梦轰 大腿重担 放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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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来 出来 让人出来 将持进60分钟后 8点50分枪手 终于优了动静 警方立刻高举枪支盾牌 向前挺进喊话 这时嫌犯突然释放 三命人质 被挟持的白衣男 双手抱头拔腿 梦冲在地上翻滚 两圈被侦察队长 狂扑在地 惊吓到一度 抓着金方盾牌 两女一男共三名人质 成功获救 这时球形枪手 却一手抓着绿衣女子 一手持枪朝门口逼近 冲突急剧升温 警方一边靠近 一边心战汗话 只见跪地女子遭枪手 逼迫站起 下一秒 两声枪响后 带突瞬间救失度 刀在地上 远景一涌而上 救出最后一名人质 谁也没想到 嫌犯进鞠枪 朝自己投开枪 当场自强 救护人员现场不断CPR 但送一枪救后 嫌犯人不至身亡 当派之间的一些内侯 启动快达部队 调动全分级 所有的可以调动的警力到现场 万华惊爆重大枪击 北市远警整整动员 高达154名警力 重重包围现场 一死四伤惨案 万华交偷风云 演变成人质危机枪战 也为治安 再添警讯 记者姚立强 黄玉兰台北参访报道 昨天晚间的这件事情 造成一死四伤 那么台北市长 柯文哲 他也立刻了取消 行程前往分局关切 那么因为呢 他曾经有说嘛 这个豪雨天 勘灾作证 是作秀 这两个字在当天被骂翻 但昨天他这个行为 也被外界减读说 你直播开到一半啊 然后呢 你就脸色很凝重的跑到万华分局 那这个动作 你是不是在作秀呢 柯文哲怎么回应 他就说呢 其实呢 淹水的全场监控是知道状况 但是这个敌情不同 他怎么讲 他说呢敌情不同 所以他的行为不是在作秀 但是王定宇呢 却很不开心啊 王定宇的意思是说 你不是说到现场是作秀吗 不是说网络时代无所不在吗 你可以这个隔空指挥吗 那你干嘛要前往呢 他还批评说 问华方生 黑道枪击案的隔天 也就是今天呢 柯文哲要去描力 跟有黑道背景的参选人合体 他还痛骂说 这到底是什么跟什么啊 对此呢 武党籍的台北市长候选人 黄山山今天就缓辖 说台风天 这个天灾有SOP 那么大家都知道 这是可以预防的 有预警性的 好都已经先开设了 这个灾害应变中心 可以分层负责 但是发生枪击案是突发事件 是重大的治安事件 甚至警察都受伤了 市长本来就应该要前往坐镇指挥 而至于柯文哲怎么说呢 因为今天媒体就有在问柯文哲嘛 那柯文哲表示说 昨天他有看到柯文哲呢 跟这个 这个陈忠宇说 他看到柯文哲应该从这个 一段灾害的经验当中 有得到一些经验学习 因为他昨天前往万华分局 他说这个行为 任何一个指挥官发生这样的事情 市长是这个指挥官 他当然要就近成立一个指挥所 去就近调度 所以他也是尊重他的专业 同时也尊重警察的专业 甚至表示说柯文哲有改过谦善 他有这个四个字来评论他 而至于蒋万安怎么说呢 蒋万安则是说 他未来呢 如果当选市长的话 他要让台北市的监视器 全面更新 那么他也希望说 让警方的这个设备设施 可以全面的提升 同时呢 他也有像这个重担的 青山公的副主委 郑这个菜头 这个之前 还有助他高票当选 那他也现在回应说 希望他可以早日康复 好我们持续来追踪这个枪击案 昨天的事发当下 柯文哲当时在干嘛 他当时其实是在进行节目的专访 那直播到一半呢 就突然间 他连收了三张字条 一打开来 他的脸色整个就垮下来 这个很凝重 那一刻中断了直播 火速赶到万华分局坐镇 而面对这种重大的枪击案 警政署长黄明昭 他脱口说出的是什么 他说发生枪击案是难免的 好这几个字呢 被网友炮红 治安这么败坏 你居然说枪击案是难免的 难道是现在人人都有一把枪吗 台北市治安出严重状况 柯文哲中断直播火速赶到万华分局 坐镇指挥 柯文哲和警政署长 北市警局长一起前往医院 探视重担的远景 但面对如此重大的枪击案 警政署长黄明昭脱口这句 近来不少人 网友炮轰台北市是子弹乱飞 无政府状态吗 还是现在人人都拿把枪了呢 是不是剩我还没有枪 而第一时间中断直播 赶往现场的柯文哲 被绿军质疑作秀 他这么说 北市重大治安事件 柯文哲当下中断直播 坐镇指挥处理 到底是不是作秀 民众心中有一把尺 记者黄玉俊 王志恩台北采访报导 大家科普一下 水神跟病毒呢 还有细菌在打架的时候 会变成什么 变成水 没有残留任何的污染性 那一天使用个百字千字 其实也不会伤到你的皮肤 那家里有小孩的孕妇的都可以很适用 哪里买得到水神生成机 请上快点购 输入我的推荐代码 就会有折扣喔